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會在明年第三季舉行 根據法例 選舉會是需要為選舉的地方選區分屆 和名稱制定臨時建議 然後作公眾諮詢 然後在9月我們要將正式建議 交給行政長官 在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 選舉分屆公眾諮詢時 公眾普遍是要求盡量保持 現有選舉分屆不變的 我們都考慮各五個地方選舉分屆 是自1998年第一屆立法會 是沿用到現在的 所以我們認為 在符合法例許可的偏離幅度之下 純粹為了減低 所以偏離許可覆度 來到同學分屆 這個是不應該採納的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改動了 所以經過審陣考慮了所有的利幣之後 選管會現在的臨時建議 就是採用現有五個地方選區的分屆 作為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地方選區分屆 至於議席分配 得出的結果 是亦都跟現在的議席分配一樣的 即是香港島和九龍西 各獲得分配六席 九龍東五席 新界西和新界東 是各有九席 我想強調這次的臨時建議 是完全符合各樣法定要求和準則 和我們既定的工作原則 亦都是不需要改變市民習慣已久的地方選區分屆 根據選管會條例 再有臨時建議的地圖和相關資料文件 是會由今日起公眾查閱 為期30日至6月6日為止 市民可以登入選管會的網址 eac.hk 或者到各區民政諮詢中心選舉事務處 香港郵政核下的各個集郵局 各個公共屋專辦事處 和主要和分區的公共圖書館 就可以參與這些暫定地方選區分界地圖 和說明文件 我們很歡迎大家提出書面議記